女子浑身是伤住进医院 打人者居然是她的亲哥哥 矛盾的原因竟与父亲后事有关 那么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以至于亲兄妹要拳脚相向 眼前这个满身伤痕挂着掉瓶的女子名叫李丽华 身边站着的是她的几位姐姐 而打她的人不是别人 而是和她有着关系的亲哥哥 李丽华的父母一共孕育了四个孩子 李丽华年纪最小 而她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名叫李建宏 是家里唯一的儿子 作为农村人而言 有了儿子就代表着以后的生活就有了着落 所以二老从小对于李建宏就格外的偏爱 可是这样的偏爱并没有得到李建宏的认可 自从二老年纪大了以后 作为儿子的李建宏 并没有履行赡养老人的义务 作为儿媳的杨美娟 更是逼迫老人给她下跪磕头 在儿子家住不下去了 老人便跟着小女儿李丽华一起生活 十八年间 二老的所有生活开支都是由李丽华支付 只是这样的选择却引发了嫂子杨美娟的不满 她觉得老人在李丽华身边就是无偿给她打工 所以虽然是亲兄妹 关系却越发的冷漠 前些日子年迈的父亲出了车祸意外去世 一共赔偿了十万元钱 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 这笔钱被李建宏拿走用来操办父亲的葬礼 按理说十万元钱 已经足够办一场体面的葬礼了 但是李家姐妹依旧每家出了五千元 当作自己身为子女的心意 但是让李丽华没有想到的是 哥哥却认为这笔钱出得少了 每家起码要出两万元才够 这让一众姐妹对李建宏感到了些不满 却也没有说什么 只是明天就是老母亲78岁的生日 一行人准备去老家询问母亲明天的安排 可没想到却引发了李建宏的不满 当着众人的面狠狠地打了李丽华一顿 那么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吗 李建宏家里是做收废品生意的 经过多年的打拼已经小有规模 家庭条件还算不错 正在工作的李建宏看到李丽华的到来 显得格外的气氛 对于自己殴打妹妹一事该不承认 这样狡辩的举动引发了姐姐们的不满 纷纷站在门外声讨的 通过二人的争吵才知道 原来他们的父亲去世已经有些时日了 当初也为钱的事情吵过一次 现在过去了这么久 李建宏又是因为什么打李丽华呢 女子丈夫癌症入院 治疗花光毕生积蓄 危难时刻哥哥嫂子堵上门来 目的只为上门要钱 亲情如此冷漠地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 再次回到医院的李丽华才说出这次与李建宏发生冲突的原因 李丽华是做古董生意的 名下还有一个古董店 当初父亲在他家居住的时候 尤其喜欢几个模样俊俏的古董 之后由于瘫痪不能自由行走之后 出于女儿的孝心 他便将几个古董留在了父亲身边 只是天有不测风云 父亲的意外去世 让几个古董也留在了家里的老宅子里 作为自己的名下的财物 他准备去把那些古董拿回来 但是让李丽华没有想到的是 哥哥李建宏居然把这些古董当成了老人的遗产 并表示其中有自己的一份 兄妹二人也为这件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由于哥嫂的阻止 李丽华无法拿回自己的东西 于是在母亲生日的前夕 他再次回到了老家 没有和李建宏打招呼 把自己的古董带了回去 这样的举动引发了李建宏的强烈不满 当即把李丽华按在地上暴打了一顿 而兄妹俩的矛盾还远不止这些 李丽华现在的日子虽然过得不错 但是此前他却是家里最穷苦的一个 嫁的对象李建宏也不太满意 好在李丽华的丈夫是个积极向上的人 经过打拼后 在古董行业渐渐有了些名记 日子也越过越好 看到妹夫赚了钱 作为哥哥的李建宏就想着分点羹 在投入了一些钱获得些许股份后 每年就等着分成就好 这段时间是两家人关系最为密切的日子 可好景不长 李丽华的丈夫突患癌症 高昂的医药费 将家里原本还算丰厚的资产消耗殆尽 正在李丽华最为无助的时候 李建宏和妻子杨美娟上门了 他们的目的不是看望病重的妹夫 而是找李丽华要钱 可此时的李丽华又哪里拿得出钱呢 但是作为一家人 他们对此事始终不依不饶 甚至还让自己的儿子来医院闹事 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还钱 这样冷漠的行为 让兄妹间最后一丝情分都消耗殆尽 由于家里实在没钱 李丽华便只能一直拖着 一直到丈夫离世后 他才将收集的份子钱拿出来 用来赔付欠自己哥哥的钱款 丈夫离世后 哥嫂一家拿着钱愉快地离开了 只留下了残破的家 和需要花钱的两个儿子 没没想到当初那幅场景 李丽华忍不住泪流满面 那么作为哥哥的李建宏 又是怎么想的呢 哥嫂声称要几个兄妹尽孝心 每人轮流照顾老母亲三个月 却遭到所有姐妹们的言辞拒绝 究竟是女儿们不孝 还是其中另有隐情呢 对于在妹夫化疗阶段上门讨债一事 杨美娟承认了 她表示自己是做小本生意的 靠的就是一个诚信 既然对方已经确定了还款日期 那么不管遇到什么事 该还的一定要还 如此没有人情味的话 很难相信 是从李丽华的嫂子口中讲出的 哪怕是借款的陌生人 遇到这样的情况也会通融 但是杨美娟却没有丝毫的愧疚 而对于李建宏来说 姐妹们携起手来对付自己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她表示自己曾经照顾过 瘫痪的父亲三年 可对方从来不曾体谅过自己 甚至将母亲毕生的积蓄都骗走了 现在这笔钱就放在大姐夫的银行卡里 如今父亲离世 母亲年迈 过往的事情她不想再谈 如今的李建宏 只希望老人的孩子 都能承担起赡养老人的义务 每个人轮流照顾母亲三个月 这样的要求很快就得到了 李丽华姐妹的反对 因为父亲离世后 李建宏得到了所有的遗产 那么此后母亲离世后 很显然李建宏也会夺得母亲的遗产 这在李丽华等人看来是不公平的 对于夺得母亲毕生积蓄一世 李建宏的大姐夫也有话要说 原来不是他刻意把钱转到自己名下 而是老人对于自己的儿子充满了不信任 此前李建宏曾经找老人借了两万元钱 后来老人有事找他拿钱的时候 李建宏却以自己没钱 唯由拒绝还钱 这也让老人不敢再把钱放在自己名下 生怕李建宏把钱私自转走 至于李建宏所说的 赡养瘫痪的老父亲三年的事情 大姐夫更是嗤之以鼻 因为满打满算 李建宏真正照顾老人的时间不到两个月 之后就将老人送回了老家 由年迈的母亲照顾 他之所以不愿意听从李建宏的建议 轮流照顾母亲 就是因为不希望母亲离世后 李建宏获得所有的遗产 哪怕老人名下的资产不多 他也不想让李建宏好受 要他照顾老人可以 立下协议 遗产平均分配 兄妹间的争端引发李丽华的担忧 因为他结婚后 户口一直没有转出来 而是放在了李建宏的户口之下 老房子里还有应该分配给他的田地和房子 他害怕二人闹到如今这个地步 李建宏会拒绝他迁出户口的请求 好在这个时候 李建宏的儿子出现了 他是带着私了的想法接触的李丽华 希望姑姑不要把事情闹大 也不要去法院起诉李建宏 为此他满足了李丽华所有的要求 并且愿意承担相应的医药费 事情虽然解决 但是一家人的感情再也回不到从前 只是他们似乎都没有想过 这件事中最痛苦的人 是已经78岁高龄的老母金 明天就是他的生日了 见此情景他又怎么能开心得起来呢 希望兄妹四人能多为母亲想想 让老人度过一个安详的晚年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妨点赞收藏加评论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